爹 我这都跟你说了半晚上了 还说不清楚呀 小日本侵占了咱们国家 这东野啊 他们十一个人 在乡木镇里边 十一个人在乡木镇住了六年 前天呢 他们打死了震动的赵老四 昨天你跟徐天差点没有命了 现在 我们也弄死了他一个 这不就扯平了吗 是不用打官司了 我真是和你说不明白了 反正你记住了啊 花亭的事儿 天塌下来都不能往外说 那还有没有王法呢 有道理 有理为什么不能讲道理 小日本不和你讲道理 那不正好吗 十一个人算个屁 等我恢复了 我一个人把他们全弄死 你幼稚点 别拉着 别拉着 一 一 一 哎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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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n 我爹啊 你要是醒了 就说我去郑家了 我一会就回来 来 千万别让他出去 上奶奶 一晚上没回家 少爷他一晚上都没睡 他活该 他就应该跟我一起陪我爹 可不知道为什么 少爷看起来可不太高兴 蔡娜 没事 你可以好点了吗 还是有点发热 不过三炮大夫说 休息两天就好了 没什么答案 谢谢啊 我说西施妹子 灿烂出嫁了 你得改口叫郑少奶奶 我来不及了不跟你们说了啊 真是让 你看 我叫他他也不应啊 不应也得叫 没大没小 王豆腐 去哪儿啊 韩师傅能动啊 啥 今天一早 韩副在酒部里走的时候 跟我说的 真的呀 等一下那我给你一块儿去 走 来 快 快 哎 不行 那这铺子不开了 好 也说别忘了 那你先去 晚上关了店铺门我再去 对 你说这几天的事是一件接着一件 不过这也算是件好事 去快去 快去 快去 哎呀 谢谢老天爷开眼啊 这些钱啊 安排赵老师下葬 剩下的给他媳妇过日子 以后赵家再有什么难处 就来找我郑光明 诶 郑光明 这钱太多了 我网为会长 眼见日本人行星我无可奈何 希望赵家人不要怪我 有气啊 要咬牙忍着 低头过日子 谢谢张老师 谢谢张老师 回来了 你爸怎么样 睡着呢 郑爽呢 他在后面 你看这孩子 不光是见的老爷您不请安 还张口闭口的叫少爷名字 舅妈 刚过门 就遇到红氏白氏 等安定下来就好了 起来吧 别装了 我知道你没睡 你还知道回来呀 嘿 你还有理了 你应该跟我一起陪我爹去 那用得着我在吗 这 韩风在 你爹把你俩叫进屋里 把我关在外边 信正的 行啊 我没工夫跟你吵架 什么时候了 烦死了 我爹出事了 我爹出事了 那 要不然 我去酒铺看看岳父 寒 寒风挨在过 你得了 根本就不是我爹受伤那事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是我爹不让我说的 那连我也不能说啊 那你不能告诉你爹 我不告诉他 其他人你也不能告诉 我谁也不说 你保证 我保证 那行吧 我告诉你 具点那花田死了 昨天晚上被我爹打死的 把他塞上石头 沉到码头的水里了 韩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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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师傅 老后妹子 我听说 韩师傅能够下地走动了 我来看看他 对对对 爹 豆腐师过来看你了 豆腐 来来来来 快进来 进来进来 韩师傅 真能走了 大喜大喜啊 拿个灯子 拿花儿 起场 起场 我就说嘛 韩师傅龙襟气蒙 不会在肠肉躺一辈子的 韩家泡针 那是气冲脉粗啊 自己就把进去打通了 走走走走走走 韩哥 喝水 快点 这个日本人 有多凶啊 那不是凶啊 那是恶呀 多恶 随随便便杀个人 就没人管得了 我管 韩师傅 我千年千万不要管 你躺下的时候 这日本人还没有来 可是现在 这世道不一样了 豆腐 你小瞧我了 韩师傅 绝对不是 我是打心眼里的佩服你 铁汉子同炮锤 那以前咱们说是 双拳难敌四手 可是现在呢 你是百拳难敌一杆枪啊 你有拳都怎么了 人家有枪有炮有飞机啊 韩师傅 文哥 喝水 拿货位子 韩师傅 我就是来看看你 是不是真的能够下地走动了 等关了铺子以后啊 我跟西施再来看你 拿来看你的人可多了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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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 你这当年也算是一条汉子 怎么着 真把自己做成豆腐了 韩师傅 我是真替你着想啊 这自古以来呢 能让人怕的不是厉害 是不服 我韩大海不厉害 让人家打趴下了十年 但是只要我能站起来 就有人怕 因为我不服 韩师傅 是这个脸 有一个日本人叫花田的 弄死了 老韩 昨天晚上在这儿弄死了 怎么样 你弄的 倒不是我弄的 等我痊愈以后 我也弄 我一个人把他们全弄死了 怕什么呀 那谁弄的呀 叔啊 把事跟肚子里边 谁都不能说啊 你放心 打死我都不说 谁呀 虚叔 好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你这哪儿是 看我活没活着 你这是要把我弄死啊 你这是 叔 醒了 再不行他就把我憋死了 对了这是小妈给你倒了草药 放哪儿 你看我师妹还想着我呢 叔 你爹怎么样了 还行就那个样吧 比昨天稍微利索一些 肯定骂我呢 叔 花田怎么办 飘进来了 没有 馋底都馋底了 那你到日本人来找再说吧 要不然干脆就干脆就饶死 瞒着 你是不是跟人说了 没有啊 你爹和你小妈跟别人说了 他们 一天都在家里边呢 没出门 那我睡会儿 好 回来了 来大扒手帮忙 跟你说话哪都听见了 冬月昨天在毛子上是不是说 日本人要是破掉皮 就杀一个 要是死一个 就杀全真 由他说就好了 真死了一个 谁死了 花田 谁弄死的 解释儿 你千万不能跟别人说话 死豆腐 这种事我能跟别人讲吗 徐天 徐天 你没看错 是花田啊 怎么可能看错了 那往水里摁的时候 穿的就是小日本的衣服啊 那往水里摁的时候 我郑光明左支右蜀乡目镇八年 还是有大火里头了 爹 这事现在就咱们知道 其他人都不知道 韩德还也不知道啊 人在他家杀的 还好 他嘴不能说 脚不能动 得把木兰花嘴堵上 我爹说 韩伯父能动了啊 能动 就昨天晚上的事 这么巧啊 喜思 又来吃你的豆腐喽 来半块豆腐回去炖汤喽 然后 看衫啊 好人尽归有好报的对不对 啥 你想啊 徐老板做人他义气 一个人替全这人陈面子 喜事啊 是不是又出什么事了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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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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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久了 韩哥 叔 你咋起来了 咋了 我刚一睡着我就做一梦吓死我了 我梦见花田的尸体 飘起来了 全真人都知道了 棒 这么大块尸图穿上去 咋能飘下来 不能 能 不能 能啊 得去看一看 徐老板 哎 怎么起来了 走走 走走 走得动啊 走得动啊 好得很啊 好得很 你真是 好得很 好得很 走吧 说别在这儿默契吧 赶紧啊 哎 这边 好 这边 那边 好好好 千万别跟着过来啊 哎 你俩老跟着干嘛呀 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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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来来来 那个 半仙儿 你跟着特别好 你 你不用 你在这儿等着我 是这样 韩峰 非要跟我比一比 看谁跑得快 就跑到镇东头那大树下边 绕一圈回来 谁先回来 谁就赢 这这这你这伤 你跑得赢吗 他非要跟我比啊 那没办法 我不能输给他呀 对 说好了 你看 那那那你们跑啊 好 好 来 这真是镇东头 镇东头 快跑啊 走 他俩有病啊 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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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爱上 宝静 快跑 快跑 不 Riley 你看 哈哈哈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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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上去 快 快快快 你俩陪在这儿 到那边看见点 你去那边 别让人过来啊 谁跑赢了 不是说到镇东头跑吗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跑跑 跑偏了 跑跑 跑 跑 算一刮 算一刮 这一节 大凶 你怎么知道的 卦象上说得清清楚楚 咱找可没人的地方 你帮我破一破 哎 哎 干嘛非要找没人的地儿啊 那也 在这儿我有点心慌 既然事都已经办了 再慌也没得用死了 哎 叔 去哪儿啊 啊 我跟半仙有点试试 别跟着我啊 有事啊 我都 我 九 哎呀 我 我东西啊 我的招牌都在那儿呢 都在那儿就这儿说 要不去你酒铺咱要点花生米 边喝边说 你说 你拿我命下酒就好 我 啊 说 怎么知道的 说 可 西师是跟我说的 西师怎么知道的 王豆腐跟他说的 西师说 王豆腐说是韩德海跟王豆腐说的 韩风知道 韩德海跟豆腐说了 韩风站在旁边吗 这镇子没法待了 大家一起想办法 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日本人不好说啥子 才半点全镇里知道 明天据点就知道了 就我一个人不知道 大家都不会乱说的 我的嘴就是最近的 你 小球 看住他这张嘴 敢说一个字弄死他 韩风 走 这 这从何说起 来一个来一个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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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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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 还说好了 这你咋是这么硬了 韩师傅 啥时候搞的 哎 我就说啊 郑东的赵老四死了 是日本人干的 不过郑光明 可赵家送了好多钱呢 赵老四死了 是日本人弄死的 郑光明为啥给钱呢 郑会长 新善 会 会长 是会长 会长啊 啊 哼 怕是跟日本人一伙的吧 那不会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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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乡木镇让日本人给管了 想杀谁就杀谁 想弄谁就弄谁啊 从古之军哪有这种事啊 日本人呢 日本人在哪啊 都给我滚出来 是 什么日本人听见啊 你都没人听见啊 走走走走 哎呀 这日本人来了 你快走吧 回去吧 你怎么就都跑了 回去吧 别说了 秦也 你瞧瞧 你说两句吧 养好身子 到据点儿里去杀日本人 别在这儿光说不练 连累乡木镇 怎么就走了 哎呦 哎呦 都怕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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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在府中不知福啊 看看你身边的媳妇 自个儿不要命了容易 媳妇呢 想好了吗 儿子媳妇 能舍得吗 有电脑 報告 进来 大将 你為什麼要這麼固埋? 三郎被拒絕了水 兩組戻了三郎叫來 今晚兩組都還沒找到 我只有先找到 隊長 我 能出去了 爸 动都动不了 她能去哪儿啊 不会日本人来过了吧 不能 日本人怎么能知道我家呢 我想起来了 花田跟三郎说过 回来了 回来了 爹 三郎 徐老板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配药 智商 找什么呢 这家 不是有个瘫痪的男人 我爹 还有一个漂亮的女人 他们到哪里去 可能出去走走吧 我也刚回了 走走 瘫痪的人 怎么走 这些天好多了 所以就走走 你在 开什么 那个房子前两天有点漏 徐老板 这是什么 写啊 我跟着 你怎么会有血 这儿 我的血啊 可是 你现在没有有血 昨天我在你们居地儿 不挨了一枪吗 那血就一路就流到这儿来了 你来这里干什么 韩家这个止血药特别灵 我 要不然我早就没命了 在这儿治得上 好 那花田呢 没看见 他昨天晚上要到这里来 真没看见 花田不见了 那这家人到哪里去了 出去走走 走走 那就 等他回来 行 你在这儿等我 我帮你叫 是 韩风啊 我一个人陪三郎在这儿就行了 我跟他说 是 通通站在这里 我 这怎么连个日本人也没有啊 都别跑啊 看看 Hashtag Lastly about 韩师傅 别等着我晒太阳 做人 做事 要凭良心讲义情 不错 徐天为了救你 这事你怎么在这儿到处讲 十年前 要不是她替你出头 你的骨头早烂了 十年前一条事ent 咱们以后再说 我告诉你 如果你再害徐天 连历镇上的百姓 怎么样 我一掌拍死你 威风 正八卦 没想到你长脾气了 想一掌劈了我这张嘴 你就来 你有没有在日本人面前 耍过威风 乡木镇的人都怎么了 我在镇上骂了两句 日本人这 这怎么全跑了 那啊 我客气对你 有什么话 咱们回去住 你就是个怂户 十年前 你都不敢动手 是徐天 接了他的生死状 我告诉你们 正家八卦 那就是虚头八脑的样子祸 我看你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昆太 我只不过是说了两句实话 告诉大家你是个怂户 我过去是怂 但我怂不是为我自己 十年前我不跟你比 是因为我孩子小 现在我怂 我是为了镇上的百姓 日本人就是一群畜生 他能跟你讲道理吗 哪叫动拳头 你拳头鹰还是子弹鹰 郑会长 日本人来了 日本人到村口了 他们日不是喊了吧 他们日不是喊了 那 人在你家死了 你今天又压不住脾气 就没法收场了 叔 反正一个和俩也差不了太多 把嘴比一下 你们在说什么 没什么 刚才我跟他讲了 讲了个故事 他 三郎 你非得等老韩他们 两口都回来啊 他们万一要是 没看见这花田呢 花田君昨天肯定来过 那他们就说没看见呢 那去了 用热打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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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日本人都爱杀人哪 动不动就死 我们中国人怕报应 你们不怕呀 用热打一瓶 好 好 我不闹了 不闹了 我跟你说实话行不行 实话实说行不行 实话实说行不行 干什么 捡个东西 认识这个吧 花田呢 昨天晚上他确实来过 那人在哪里 死了 死了 怎么着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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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死了 爹 快吓吓 赛了 你这是干什么 花田怎么死的 是 甄会长 我正要找你 花田昨天没有回剧店 这里永远有人看到他 死了 老海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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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死的 不知道啊 郑会长 你很清楚这件事的后果吗 队长我们也着急 这不商量怎么找他们 商量个屁啊 日本人 我问你 我们死了个赵老四 怎么算 徐天肚子上挨了一枪 又怎么算 大家看 你看看身体怎么还不懂事 你别跟人说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少爹 我人物 人又人物 韩师傅 韩师傅 你要干吗 韩师傅 就三个人才敢开枪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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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死的 对他 这 误会误会 走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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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 Garna 快 快 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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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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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回长 赵回长 回长 别赞看你 哪儿打响 花钱到底在哪里 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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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 别别这样 这是我闺女啊 你还是到那边看一看再说 那儿 花安 十年前的恩怨 要再闭闭共享了好吗 你不要怨许天 她是为了救我 回长 爸 快带手 带手 我队都是 爸 爸 还能等了 你先把伞 老汉 你听我的 我知道你恨我 看他我事没合 老郑的份上 完事以后 你再跟我算账好不好 这位是吧 北天 别拽我呀 怎么了 你把老郑给冻死了 他会长啊他是 他自己找死 我迫不得已 你迫不得已就能杀人吗 你要为他出头吗 我 我不是 我有迹象 刚挨了一枪 我不敢 我不敢 你跟三郎说 花田死了 谁杀的 冬严 你别冬严 花田 不见了 你不能把这事 怪我们头上 就见 我问你 到底是什么人 八路军 我今眼看见 来了四个八路军 你心真大 你怎么还笑呢 你怎么知道 是八路军 他们说的 他们跟我说的呀 八路军 八路军不会到这里来 冬严 你别行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离开的时候 反正看着 花田还活着 我看八路军 把他五花大网 他走的时候 他还回头 看了我一眼 你意思好像 是不是让我告诉你 这个事呢 他也许自己 已经跑回来了 三天 那我哪知道 他三天回的来 回不来呀 那兴许他 他是到寒家去的 三天见不到花田 寒家三个人 都得死 冬严 这就不讲 不讲道理了吧 在山木镇 黄军就是道理 今天起 郑少爷 就是会长 不错 不错 太政老爷回家 有恢复 二时五十六分 简直 一是四分 城市每天的 为了 地儿份 事件 发生了 什么 会表明 大袄 我要 我们要 关闭 我可以了 大将 大将 小木人的人们 有你杀的独却是否有独却 大将 这些独却是不独却 不可以杀的独却 如果 有独却有独却 有独却有独却有独却 这些独却有独却有独却 这些独却有独却有独却 这些独却有独却有独却有独却 我们是开车出行华小队 我们是独却的独却 我们是独却的独却 是独却的独却 你独却的独却 你独却的独却 我独却的独却 是 是 是 东东 全正正 通线全正正正 通信也正正正正 没有独却 se uyorum独却幻 我认识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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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到你 是 贵女 爹对不住你啊 这大喜的日子 三巴掌惹了一串祸 把你公爹也害死了 爹 你最有主意了 你想想办法吧 办法倒是有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只要能筛光小日本 什么办法我都同意 就咱们几个啥不狂 还有八路君呢 那不是我瞎编 瞎编的吗 我是说真八路君 大木山离咱们这儿 只有二百里地 找八路 谁去 我去 那那是行啊 那点点放心呢 要去 带咱爷俩一块去 那行啊 那咱俩去 那赶紧动身吧 郑老爷一世英明 竟然落似下场 半仙半仙等等等等会儿 这还没布置完呢 你太早了 你 你这样 你把西施和豆腐叫来 我有事要说 去吧你师姑还有寒麦不叫了 去吧 这日本人大家都知道 说得到他就做得到 蒙一时行 你蒙他三天肯定不行 到日子口拼命 拼死一个算一个 你这身子板都躺了十年 你拼谁去 要不咱俩再试试 我现在不行 我 我就伤着他 那现在都到这个地步了 徐老板 那你说咋办 现在在这屋子里边 再加上我女婿正爽 镇子里还有谁知道 花天死在我手上 豆腐 我就跟西施一个人说过 半仙是我说的 我再没跟别人说过 那好 有三条路 哪三条路 弄得好啊姑娘 第一条 事嘛 是我做的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不能把全镇子的人都搭上 大不了 我自己去日本的据点 把事情跟他们说清楚 一命第一命呗 冬爷也不会就要你一个人的命就算 这三天不认账 还要韩师傅一家三条命呢 那好 又第二条路 大家一不做二不休 冲到据点 把小日本子统统杀掉 就这一条路 那杀了以后呢 照样吃饭睡觉晒太阳 这据点每天跟县城通电话 县城来回一天 这要晒最多也晒一天太阳 第三条路 找八路君啊 你说说看 咱们项目镇 离大木山二百多里路 咱快去快回差不多三天 叫八路君来 不光收拾据点的小日本 把镇上的小日本一起收拾了呀 对 你一去叫八路君就来 你总比在这儿等死强吧 懂所欺所地哈刺刺 这个 八路君呢 就是为老百姓说话的 八路君就是打鬼子打日本人的 现在看来 就这条路可以走了 就这条路可以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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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